本县15岁的无性少女患有慢性疾病 6号的时候她快晒养性 随即由诊所这边看诊后确诊 7号到9号期间都有诊所来给予居家照顾跟关怀 这期间她有阻塑她的喉咙痛 也一直持续有服药 9号晚间她跟家人说她想要早点去睡觉 她8点都上船住后 一直到今天早上因为弟弟叫不醒她 然后打电话到消防局 那消防局是在今天早上的7点59分接到报案 那在8点13分就抵达位于大楼里面的住家 并且把无性少女送到医院 但是在到院前呢就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那经过急救后在9点20分呢死亡 那后续呢我们会尊重跟征询家长的意愿之后 协助尽数安排火花的事宜